平時我們很忙 或者不記得祈禱 因為要做很多事 照顧家庭 關心我們新的日子 或者要上班 沒有時間做一些不可行的工作 教育定做一個四十日的準備 一個四趟期 最好利用這個時間 第一位保送 做法子多些祈禱 感性和事成 祈禱不只是言不經歷 而是好像耶穌這樣說 不過當你祈禱時 要進入你的內心 即是要肯定一個 和天主又更深入教廊 家庭關係的事態 關心我們 就是真入神的生活 憑所事奉得 憑你最合宗之父前途 即是要享受等到天主生存的時間 讓我們給多一點時間 祈禱 尤其是四周期這段時間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說很忙 但是一年兩三個小時 還要去行家 看電視 或者用很多時間去做我們喜歡的事 這段時間 夠多關心我們 叫我們做些少 付出要付出的人 而是只會失去笑著這個 不只是不 吃肉 只是一天吃一餐 也會少一些 我们要用祈祷的精神去做 还有我们要介绍一些生活上不好的习惯 例如只顾着吃东西 喜欢吃东西 试试到想卖东西的病态 只顾着他说 等等 有时真的挺能去介绍这些坏的生活 但是我们也要自己和自己说 付出一点 做一些为 牵住为我们自己做一些好的事 靠着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外部的工作 例如用这些时间 说一下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 分享一下我们拥有的东西 不知什么质色 都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关心别人的这些好的事 耶稣说不用我给别人知道我们周国的好事 别人不用知道我们用很多时间祈祷 也许多了 因为你的负罪眼中下见必要保证你 这个不是我们就没有送失很多时间 这个不是我们就没有送失很多时间 很多祈祷送责 和说到我们所做的真实的祈祇 今晚会合的成会礼 成会礼是我们的奏牌 每天一日 始至终都已死亡 而这个是向着重复运 和挨到我们的追过的好几时机 祈祷 倚奥母爸妈